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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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CA他來信問說 他從小股價比較小 可是他有堆積在肚子這邊 他很努力 他有做我教過的甩蹲工 他說他會做到流汗 那我看很感動 我覺得說BECCA可能是一個 很忠實的粉絲 他都知道我教過大家的一些東西 那的確甩蹲工是非常好 尤其是像現在下午會下大雨 如果你沒有時間去運動的話 在客廳啊 家裡啊都可以練 不管刮工下雨都可以做 可是呢 他提到一個問題 他就是他很愛吃燒烤跟生魚片 他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 網路上有這個 影片照片 說這個燒烤或是生魚片裡面 他發現有那個寄生蟲 他看了都快吐了 他問說怎麼辦 那這個生魚片這個問題啊 通常生魚片對減肥是有幫助的 因為生魚片它是冷的食物 同時它是一種魚類的蛋白 基本上來講裡面的魚油 對健康對減肥都是好的一個東西 那可是呢 其實我也自己很愛吃生魚片 可是我平常沒有必要 我盡量不吃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生魚片 如果你去廚房 看到這個廚師在做生魚片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會有危險 我跟大家講 生魚片是要把魚切開 然後把內臟弄掉以後 再把魚的這個肌肉一片一片的切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個魚身上的寄生蟲 多半都寄生在它的內臟裡面 肌肉當然也會有 那這個廚師在割的時候呢 你把內臟切開弄掉以後 那個刀片有沒有辦法再洗乾淨 再去切那個肉 這個是一個疑問 整個這個切生魚片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把這個內臟裡面的寄生蟲軟 弄到這個肉上面 或者寄生蟲直接都沾染過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時 即便是它都有洗刀子 洗得很乾淨 那個魚肉當中有沒有寄生蟲 都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網路上這個新聞 當然是誇張了一點啦 不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生魚片基本上來講 是有這樣的風險 基本上來講 不鼓勵大家常常吃 偶爾吃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吃太多 畢竟還是有風險 這個是提醒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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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